精神面貌 公平和正义 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宋雨水和托马斯先生进行交接 托马斯先生是强生总公司的原副总裁 而且很有意思 托马斯先生还被评为安徽省六安市的荣誉市民 看来他可能是生活在这个安徽省 托马斯先生也非常爱喝茶 六安瓜片 继续传递 其实我想此时此刻 好 接下来的是于凯 其实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 也是如此出现在很多的公益广告的宣传片当中 巴黎第三 很多人在之前问我 你到底是支持哪一个 其实对我来讲呢 哪一个城市我都很高兴 都是我的家 但是呢 的确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有多伦多不会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一层意义 所以我还是觉得暗中的那时候呢 不太敢说出来 但是呢也是特别为北京这个加油 好 刚才进行传递的这位外国朋友呢 是强生公司的威廉 在他之前的呢 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的副总编张乐年 他曾经